当症状出现,其实它已经感染了很多组织,包括人类 人畜共患会引起传染病 马来西亚伯特拉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徐慧仪 和慈济马六甲亲子班家长分享远离病毒的方法 所以只要我们人类不去接触动物,不去吃它,不去伤害它 其实我们就可以避免这种病毒从动物的身上来感染到人类 避免病毒感染,家长更肯定方法是从餐桌上开始改变 因为细菌我们不可以说避免,因为整个环境是他们公司我们看不到的 教授也有说,射大气只是一个口语而已 可以讲话,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出时间的 所以是出现在基本上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要改变了从哪里开始呢? 其实是从我们的餐桌上开始 我们要救我们的孩子 控制口语,改变生活习惯,病毒就不在你我身边 戴新闻吕佳佳周一集,马来西亚马六甲报导 所以我们求求你们落下一堂看 如果大家 obtained他的肯定的话,辣可以burg学才能 应该是怎么解说的话不就是 对 math去关 violent的那种